恭喜你完成了材质片的学习 其实这个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会非常有意思 我们正式进入粒子片 粒子片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 发射器粒子和毛发粒子 对应过来就是下雨和长毛 本节课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发射器粒子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大家可以去评论区下载这个附件 如果你不下载也没有关系 你就看着我做就行了 我先把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全部都隐藏掉 我只保留一片云 我把这个山给露出来 那粒子怎么添加 你可以选择你想添加粒子的物体 比如说点中云 然后你到粒子系统的标签里面 手信里面点击一个加号 它就给你新建的一个粒子系统 你看到没有 它在这个云上面就会出现一些小点点 Blender的粒子系统分成两大块内容 一块是发射器 另外一块就是毛发 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发射器怎么用 我现在用的是EV的渲染器 发射器其实很简单 我们选择发射器之后 点一下空格键 它会自动播放 你看这粒子就会自动落下来 这个就是发射器的作用 就是它像下雨一样 发射器里面有很多的可调整的参数 比如说这个自发光 你可以通过这个number调整 你这个粒子的个数 比如说我调整2000 然后你会发现它粒子明显就会多很多 这个70帧跟结束点 指的是这个粒子从哪一帧开始放 从哪一帧开始收 我们试着把这个70帧改成100 然后把这个结束点改成150 点一下空格键开始播放之后 你会发现这粒子 它其实就是在100帧开始播放 然后150帧正好放完 我还是把70帧改到1 把结束点改到250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生命究7什么意思 生命究7是每个粒子 它最多持续多少帧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50 也就是每个粒子 它顶多持续50帧就消失了 你看它就倒不到下面去 我们把这个生命值改长 你会发现每个粒子它的生命变长 那它消失就越越晚 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粒子 它就会往下走了越远 我把这个生命究7改回50 我们调一下这个生命究7随机性 生命究7随机性 就代表给你的2000个粒子 随机分布一个生命值 最长的就是50 最短的话可能是0 越靠近1代表你这个生命究7 它这个随机的这个范围就会越广 如果是0的话 就是所有的点的生命究7都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云下的雨 的默认就是这些小圆点 其实这些小圆点都可以变成一个个个模型 我们来新建几个小的模型吧 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圆环 我们把这个圆环的面改小一点 就是粒子哈 就是你作为粒子这个东西 因为它很多嘛 你把它面一定要改小 我们把这个圆环改到10的一个面吧 把它放到一边 好我们在shift a 新建一个锥体 把这个面改到12比较小一点啊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菱形球 然后把它的那个细分改到1啊 这样就会很少了嘛 然后我们给这三个球 这三个物体三个不同的颜色吧 混荒蓝 怎么新建材质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直接在这个材质这个属性里面 添加 然后改个颜色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刚才之前建的这三个小模型 然后把它shift全选之后 把它移到咱们这个叫particle的这个空的文件夹里面 就是一个集合 因为像我这样 框选就是三个模型 然后m 然后出现一个菜单 把它移到这个particle的文件夹里面 这是一个移动的快捷键啊 m 大家可以记住 好我们在选中这个云 我们回到这个粒子的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往下走 找到这个渲染 这里面参数很多哈 你先不要着急 我们一个个来 我们找这个渲染 你可以把这个渲染改成 这个有个渲染为 目前是叫路径 对不对 这个是它自动的这些小原点 你可以把它改成物体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下面 选中一个模型 你可以点击这个小吸管 它比如说吸入这个 你看 它就会变成这些小的蓝色的 这个小模型了 你可以在这边增加这个模型的 这个缩放 对吧 你看这就很明显了 为了照顾大家的那个电脑 把这个number改小一点 改到800吧 然后把这个生命救气 改的长一点 改成200 这里下雨的这些发射器的粒子呢 不光可以改成模型 它可以改成一个集合 你可以把这个渲染为改成集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集合呢 换成咱们刚才建的这个particles 你看它马上就变成了 咱们刚才建的那三个模型了 对吧 好 在这里不用讲一下 这个随机种号 刚才跳过了 你看 我改一下 它就会随机一种这样的分布 所以刚才我故意跳过去 是因为用这个案例 你会比较直观的知道 这个随机种是什么意思 例子很好学 是因为它很多东西 可以直接拿个小东西试出来 比如说这边有个圆 对吧 这边有个发射圆是面 那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可以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 不好意思 我建错了 我把这个立方体 建到这个particles里面了 好 Ctrl Z撤销 想要点击这个场景集合 再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 我把这个立方体 把它挪到上面来 我们点击这个立方体 到这边 给它新建一个粒子系统 好 我们刚才这个云点击一下 我们把这个粒子 这个设置改一个名字 E111 就随便一个名字 然后这样什么意思 你可以点击这个立方体 你看 这个E11在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 同样的粒子系统 带入到这个方块上面去 这个就是改名的好处 就是你比较容易找到你的设置 然后 这个发射源的面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面 就在面里面发射 如果我把它改成顶点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从这四个顶点来发射 它比这个云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用立方体做案例 这个体积 它可以在内部里面出来 你把它推进 你看一下 它就在体积内部 去发射这些源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对不对 我们还是改回到面 下面这个缓存 我们先不用讲 我们先讲这个速度 缓存这个是以后 你做baking的时候再用到 好 这个速度更好理解了 它现在有个法向 对不对 法向就是每个面的垂直 或者切线垂直的方向 你把它增大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粒子发射的速度会变大 很好理解 对吗 好 我们把这个法向 还是改回到E 然后我们把下面 还有个物体对齐 物体对齐其实很好理解 比如说 我把Z方向的力增大 然后它就会往上吹 等于说给它一个像Z方向的力 你看 它这粒子都会先往上冲上去 然后再掉下来 好 我们还是把它改成0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设置 我们来走到这个立场权重这个选项 我们先讲这个 这里面 你看粒子现在不停的往下掉 是因为这边有个重力 我把这个重力剪成0的时候 你会发现重力没有了 所有粒子都会 它就不会往下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改这个速度 比如说给这个速度一个x方向的值 那它就会往x方向跑 然后我再给它一个Z方向的值 它就会往Z方向跑 这个在以后你做一些动画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特性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值给清成0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设置 好 把这个重力恢复到1 咱们现在所有的小模型 就是这个粒子的方向 都是一致的 一模一样的 所以比较死板 你可以勾选这个旋转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现在它每个粒子 稍微就有一点点的变化了 你可以改动这个相位的值 然后给它增加一些这个旋转 这个随机性 那它每个粒子这个旋转的角度 就会变得不一样 好 这个相位其实你归零也行 然后你只要保留这个随机化阶段的话 其实它每一个粒子的这个旋转 也是会随机化旋转的 就刚才我们讲过 就是把重力调到0的时候 它就不会下落了 它像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把重力稍微调高一点 调到0.8左右 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物理下面 这个布朗运动 你看布朗运动 你把它调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每个物体 其实它会在本身下落的过程中 它还是有一点布朗运动 这样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我把这个重力直接调到0 你看这个时候 它这个布朗运动的作用就会比较明显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布朗运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布朗运动关到0 你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 没有布朗运动的加持的话 它是这样的样子的 你把布朗能调大一点 把它有个粒子的话 它会有个这样一个抖动的加速 你知道这个现象就可以了 好 我把这个布朗运动先关掉 我还是把这个重力回到1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增加那个缩放的随机性 缩放随机性 是在这个渲染的标签下面 你可以增加这个缩放 可以增加每个粒子 它是一起变大或者一起变小的 但是你增加这个缩放随机性的时候 你看 当往1靠近的时候 它会随机缩放各个粒子的大小 就是越往1靠近的话 它这个缩放的这个范围就会越大 但是最大的话 也不会超过你自己定的这个缩放值了 你可以把这个particles这个机核 给它隐藏掉 它照样还是会显示这些粒子的 这个不影响 那下面这个显示发射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发射体就是你散发粒子的这个模型 那在这个场景里面 咱们的发射体就是这个云朵 当这个显示发射体不勾选的时候 你在最终渲染结果是看不到这个云朵的 就是这个发射体的 好 我们0切换到摄像机视图 这样是看不到这个云朵的 好 把这个云朵altg回到咱们这个世界中心 我们稍微调下这个云朵的位置 让它处在咱们这个摄像机的镜头范围里面 小键盘0切换到摄像机模式 你看它现在在咱们这个镜头里面了 咱们当前的状态 这个显示发射器是没有勾选的 虽然在咱们这个绿览模式下 还是能够看到这个云朵 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F12 你看 在这个最终渲染输出的效果里面 是看不到这个云朵的 好 我们把这个显示发射器给勾选上 刚才有点黑好 把这个灯光给打开 然后你在F12渲染试一下 然后你看这个情况下 就能看到这个云朵了 对吧 好 把这个构选去掉 在F12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云朵了 这个白色部分就没有了 好 基础知识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来讲一下粒子的碰撞 我把这个云朵还是挪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山水的部分把它显示出来 好 现在咱们这个粒子呢 是直接可以穿过这个山的 露在下面去的 那我们怎么让这个山和这个粒子 发生碰撞呢 那你就要点住这个山 然后找到这个物理属性 就是这个圆形的图标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碰撞 你看瞬间这个山就存在感了 它就可以把这些粒子弹出去了 好 你这边还有一些参数 你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这个阻尼 你不要调到这个软体和布料上面去了 这个不是你要现在要学的 你要调上面这个粒子 好 我们调上面粒子这个阻尼 你会发现阻尼越大 那这些粒子呢 在这个山上面就会滑下来 它就不会弹起来 好 把这个阻尼调小的话 你会发现呢 阻尼越小弹力越大 那阻尼越靠近1的话 就是没有弹力 好 你可以调解这个随机呢 让这这里面的每个粒子呢 它随机分布它的这个阻尼 好 那下面这个摩擦什么意思呢 就是摩擦为1的时候呢 这粒子就会摩擦力非常大 它就躺在这个面上不动了 摩擦小的时候 你看粒子会很顺滑的滑下去 现在摩擦力为0嘛 就是你看这粒子 就会很自然的滑下去 但是把摩擦力增大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面上运动的这个速度就会变慢 好 我们点击这个X可以把这个碰撞给关掉 现在就没有碰撞了 这个粒子呢 会直接穿过去 好 碰撞讲完了呢 我们把这个山水给隐藏掉 我们来讲一下立场 立场是什么 其实在咱们每一个场景里面呢 都默认有一个重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场景属性 也就是这个小水滴的图标 它这个重力前面是打个勾的 其实你点击咱们这个发射体 就是这个云朵 在这个云朵的这个粒子设置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立场全重 然后你把这个重力呢 改成0 你会发现咱们这个云朵呢 这些粒子呢 就不受这个重力的作用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立场可以设置 但是呢 你改这个重力也好 改其他力也好 你影响呢 只是这一个云朵这个粒子系统 你影响不了这个场景里面其他的物体 所以当你想去改变整个场景里面 这些力的属性的话 你可以对这个场景去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可以点击这个场景属性 这个小水滴 然后我把这个重力给关掉 你看 它这个粒子就没有这个重力的反应了 和刚才你在这个粒子系统里面 把那个重力从1拉到0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影响的是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物体 我还是把这个重力给打开 让它自由下落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Shift A 新建几个其他的力 我们新建一个长力 然后G把这个长力楼到上面 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这个力太小了 我们到这个物理属性里面 在这个物理属性啊 把这个力度加大 你会发现 这些粒子呢 就被吹远了 吹走了 当这个长力的这个力度呢 D于0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吸力 你看 它就会吸到你这个长力的周围 我们可以Shift D 复制一个长力 就有两个吸力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现象了 我们把这个长力给删掉呢 那就只有一个这样的长力 在吸引这些粒子 好 我们按着X把这个长力给删掉啊 然后我们可以Shift A 新建其他的力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磁力吧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力 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好 磁力 好 这个时候磁力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按着G把这个磁力挪上面来 它是一个像这样一个空物体的样子 你可以把这个力增大 你看它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磁力 把这些粒子呢吸着到处飞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粒子呢 磁力减小 然后减小到小于0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这些粒子呢 就像一个被一个吸力吸到这边 好 我们把这个磁力减小哈 减到负8左右 它就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种比较柔和的吸力 但是它还是会朝着咱们这个轴去吸的 我们看它就把这些粒子吸到这个轴的中心 然后往下走 对吧 我把这个轴呢 自己落到旁边 然后它还是会把这些粒子吸引过去的 好 当我把这个磁力加到0以上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扰动的 一个磁力扰动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磁力给删掉 我们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力 就是一个稳流的力 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稳流 好 你看这个稳流在这个力场里面 当你把这个力场加大的时候 它就会对这个场景里面所有的粒子 产生一种稳流的干扰 然后这个粒子会到处飞 其实你还可以接在这边去改变某一个粒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改成这个斜阵 或者说你把它改成一种窝流 它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效果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我再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锋力 这个锋力是可以改变方向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四个圈 你可以R旋转一下 这样吹 对吧 R旋转这样吹 好 就是这个锋力是比较容易控制锋的方向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好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感受一下 这些立场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具体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用到实际的案例的时候 你才能对这些例怎么用 用到什么场景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好 那本节课呢 我们就先了解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一下另外一种粒子属性 就是毛发属性的用法 我们下节课见 Cut tips 确实 適的 它下节课vous了cu' remains for sense置音器